这一次真的不能怪金腐冲啊 你连黄吕锦炉名字都讲不出来 你把他叫成黄吕锦 吕锦炉 黄吕锦炉四个都叫不出来 这个学生没有救了嘛 那这个学生没有救的过程中 国民党我觉得真的是很夸张的一个政党 现在竟然出现了 马英九在切割金腐冲 侯友宜阵营可能也在切割金腐冲丰盛 第一个NOW NEWS新闻独家报道 严重拖累侯友宜选情 金腐冲恐被发配边疆 他说金腐冲不到一个月就犯了三大错误 一起手式诛杀来营战将引发党内中路 二公开用农包这类人身攻击的话来攻击同志 三七六游行对侯友宜讲稿把关失误 金腐冲以执行长身份拜访过去眼中的黑金派系 今天晚上将进驻云林跟前云林市长张龙会会面 他意思是说金腐冲搞文宣的 你把他交去云林跟地方派系混 摆明发被边疆骂国民党照例间刷油漆 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可以讲金腐冲在国民党里面是唯一超盘总统大权有赢过的人 其他你说除了金腐冲你再找一个给我看 没有人了嘛 所以金腐冲这次愿意批挂上阵 我一直在讲他不是来救侯友宜的 他是来救国民党 如果再下去这样搞下去 好有一直往下跌 国民党会崩解掉 他稳住母鸡嘛 所以他是出来救国民党 可是现在金腐冲眼见救主不成 自己反而受重伤 为什么受重伤 金腐冲以前著名的就是他快狠准 他遇到状况就切 遇到状况就赶走 不要忘了 别忘了一件事 当时金腐冲这么厉害 是因为他的组织是谁 叫马英九 马英九可以用他非常 当时现在不是 当时非常英俊潇洒的外表 去洗髓很多这些 所谓的女众的喜爱 女生撑起一片天啊 这是柯文哲想都想不到 做也做不到 马英九确实帅啊 对 他当时真的是 我跟你讲他到任何地方去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女性的姿势会尖叫 对啦 我妈迷马英九 迷到我爸的指数 我看过是50几岁的化学系 国立大学的女教授 啊 马英九 真的 尖叫 我当时在场 站在旁边 我被那个尖叫声吓到 后来还不止一个 那个叫做有传染性 哇哇哇 一直这样叫 那就是马英九 所以金小刀当时 快刀斩乱麻 他有靠山 马英九够强 可是现在看到侯友宜 也是会出气啦 也是会出气 人家出气是尖叫 他出气是 哎 怎么是这样 叹气 对 你遇到一个尖叫 叹气 你叫金小刀怎么办 对啊 那金普通现在做法 金小刀会不会被发配边疆 我觉得侯友宜还不敢 侯友宜没那个本事 派金小刀去跟头人见面 是金小刀自己要去的 是 他自己要去的 自己发配边疆 所以说是金普通 接跟侯友宜 苏武牧羊 你以为苏武是被丢到边疆去牧羊 他自己要去的啦 我跟你讲 金小刀说 看来没救了 没救了 我这个文宣 我这样搞下去 你连黄驴锦乳都讲不出来 不是换脑的问题 我刚讲 黄驴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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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驴锦会换脑 会把一个脑子换掉 变成聪明 现在侯友宜 他需要的不是滑脑 换脑 金普通的脑都给你换下去了 是 他的那个什么 自主神经出了问题 你要找那个什么 你要找洗髓经了 你要整个人换过啊 对 所以那只有神仙才做得到 他连骨髓 盐髓 触感 末梢神经 全部都要换 等于说整套换掉嘛 投胎 只剩猴皮 里面全部脱胎换骨 连骨髓都换 所以说金普通 没救了 我只是个医生啊 我只是个文宣 你要我把侯友宜 重新塑造成一个 马英九万人迷 看来不可能啊 除非进动物园啊 而且你说侯友宜 有件事很夸张 七六大游行的时候 本来就要展现团结气势 跟你说侯友宜 连现场哪些是国民党的朋友 哪些是国民党的敌人 他都搞不清楚 他顺手拉了一个 新党的人上去 然后新党那个人呢 在桃园每一天 都在骂国民党立委 候选人鲁民 你说他犯了一个 很大政治错误 在中立火车弹 你下了火车向左边看 好大一个海报 就是尤志斌做的 他是新党的 他是泛兰啊 泛兰应该是要 打民进党才对啊 没有 他打鲁蛋 尤志斌是中立的议员 中立没选上 没选上的议员 没选上 然后出来选立委 然后呢 他在那个中立火车站 说为什么一定是鲁蛋 我们尽量要换蛋 做做看 哎 鲁蛋是谁 鲁蛋当过中立市的市长 鲁民泽啊 对 然后本身在国民党 算是一个战将 而且是年轻一辈的战将 才当了一届立委 他不是老立委哦 如果他连续当了五届八届 那就算 那换蛋可以了 他就一届 换蛋 所以鲁蛋就说 这在干嘛 我们不是泛蓝的吗 讲好是一起打绿啊 他是打鲁蛋 然后这个人到了凯道之后 居然跟着侯友宜一起上台 侯友宜也没有人去提醒他 这个是敌人 侯友宜连黄女警无都不认识 他会认识尤志斌 对不对 然后事宜就直接讲 我们顺便 他就是一个个介绍嘛 对 侯友宜用时间 一个一个国民党立委介绍 居然尤志斌也被介绍了 对 居然尤志斌也被介绍了 所以中立正想 你是怎样 你糊涂就算了 你没有糊涂到这种程度 那这鲁明泽不是气死吗 鲁明泽说我是鲁蛋是战将 你这个侯友宜 简直是个糊涂蛋嘛 我在选立委 你把我的敌人拉到台前 还介绍他 对 然后在全国的媒体面前 对 然后介绍到议员这时候 他人不在 母鸡不强就算了 你知道吗 母鸡认错孩子 带错小鸡才离谱 你知道吗 你母鸡总不能说 哪个是小鸡 哪个是小鸭 你搞不清楚 你错把小鸭当小鸡 你小鸡怎么不生气 小鸡怎么认识这个父母 这个是母鸡本来就不强了 很强的母鸡是 它的鱼翼很丰厚 所有母鸡老婴来 躲到了下面 我给你温暖 我给你抵抗 这只母鸡本来就没毛了 你要蹭着小鸡才能保暖 如果没有小鸡 你侯友会失温 那你还抓了一只鸭来 抓一只小鸭来 对 丑小鸭长大后变天鹅 不过这只丑小鸭 专咬小鸡 对 这只丑小鸭 一天都在咬小鸡 你说人家怎么会开心 所以我说 侯友宜离谱到极点 那金小刀 其实为什么这段时间会受计 我觉得金小刀很委屈 我觉得金小刀很委屈 他委屈求全来帮侯友宜 最后呢 他泡口对内 错了 以前马英九当他主持 OK 谁只要反话 马英九我就打 我就砍 大家觉得鼓掌 现在反抗侯友宜 他一砍 他发现不对 以前我这样做会遇到掌声 现在我这样子一做 被人家骂爆了 农包也被骂 然后说这个 炮口对内也被骂 然后整合也被骂 最后连凯道游行 侯友宜上台讲话 背须 金小刀也被骂 所以金小刀怎么办 只好只好学书 自我放逐到边疆 是 非常谢谢于将军分析 我这样想问一下创下歌 因为我跟大家观众朋友 讲一下最近蓝营 蓝营盛传传一件事 就是马英九 开始切割金小刀 跑过长期跑过政治新闻 等下创下歌可以分析 这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先给大家看 现在的迹象是什么 Now News的新闻独家报导 党内纷纷揣测 金浦冲的做法背后 是否有马英九的因素 熟悉马英九的人 攒亲截铁表示 金浦冲做法就是说 切割党内包含蔡正元 邱毅 郑立文等 表示 和马英九一点关系都没有 金浦冲不是马英九 推荐给侯友宜的 他的行为 马英九无从智慧 然后呢 萧续成 原本我看到这边报道的时候 我没有特别注意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空穴来风 可是更有趣的事情是 萧续成 马英九经济会执行长 马办的绝对核心中的 绝对核心 出来讲 马英九全力支持 侯友宜竞选总统 尊重侯友宜的选举布局 换句话说 金浦冲的陆正是 侯友宜的选举布局 跟马英九没关系 然后呢自由时报 写这篇报道 姓施 我刚讲过 11年前 我进国民党的时候 他就是很资深的 现在是资深中的资深 来 党内找我传闻 马英九方面 早与金浦冲 超续的讲法很安逊 幕后真正的意思就是 对于金浦冲 最近砍党内同志的刑技 与做法 马英九并不背书 据悉啊 金浦冲也无缘见到 马英九本人 诶 穿大哥 全天下人都可以骂金浦冲 马英九没有资格 金浦冲这套做法 当初在帮马英九杀人的时候 马英九开心的啊 马精体制啊 金马指挥部 我一直讲叫金马指挥部嘛 可是基本上是这个状况 其实金浦冲 他真的是受伤蛮大的 虽然他金刀除奸乱杀 那是一回事 可是他这时候为什么出来 他自己讲的啊 为了党格 为了做人的态度 所以现在党家已经没格了 他现在发生说 他以前的老长官老朋友 做人的态度 不是我讲都没想到 第一个被刺金浦冲是马英九 做人的态度嘛 他终于感受到了嘛 然后再过来他不是讲说 侯友宜哦 我们再也不要分什么 他们我们嘛 但是马英九告诉你说 那是你们 那不是我们 又把你给切割了 对啊 可是那马英九做这件事情 坦白讲 其实也不意外 是 因为先前的时候 大家一讲说什么 有些医学院都在研究 那个切了眼袋 眼袋跟脑神经的关系嘛 证明没有关系 确实没有关系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对啊 这个就叫马英九 马英九是怎么样 不沾锅嘛 不是你不沾锅 到连金浦冲 你都不愿意给他摘一下 这就代表 马英九真的是疑似嘛 马英九真的是烂人 我刚才讲 马英九你真的是烂人 他真的是疑似的 全世界都可以切割马英九 不是 全世界都可以切割金浦冲 我讲句白一点 假设 我一个兄弟 我认识几十年 一起创业 我过去创业之后 他中间帮我很多忙 好 我们创业结束了 大家获利了结了 过了几年 我的合伙人友新的生意的时候 我怎么可能去踹他一脚啊 所以呢 你三次立委都选不上嘛 人家马英九就可以选上总统嘛 不够 不够 对吧 心情不够狠就对了 以前历史学大师前幕讲的 做一个leader 要残忍吧 要对自己残忍 对朋友残忍 所以金浦冲就真的是残忍了 其实马英九 这就是马英九 马英九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 不沾锅 你们他们是完全切开的 但是大家以为说 金浦冲总是可以的吧 你现在才发现 原来连金浦冲 当你出了事情 影响到马英九 在国民党内 已经非常微弱的声望的时候 把你切了嘛 所以其实这就是马英九的个性 马英九的特质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这句口号 还是当年98年 金浦冲把它想出来的 现在金浦冲我觉得 一定是心在气血 搞不好今天晚上 碰到张龙卫的时候 还会觉得 这些地方上的陶罗 还比较热情 还比较热情 还比较有情有义 可是这个情况就这样子 所以现在呢 我真的是要关注的是什么 后面 真的到了 现在换猴已经没办法 但是32点多人 都认为换猴游以领嘛 到了9月17 到了11月23的时候 会不会弃猴无罪 这个身份 这个孤身就出来了 好 这个我们玩得再讲 换出来之后 我会担心的是 到时候领衔侯友宜 你就退了31大佬 马英九可能又签名下去了